星期 星期 一堂星期 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梁开始 感謝主今天我们要得来读 尼西米记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 我很喜欢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王位歌唱的出命令 每日攻击他们必有一定之梁 他在吕正宗一本他是这样说 他说因为有王的命令关于他们的事 有确定不已的条律是关于歌唱者 做他们日日的本分 那个一定就是讲到一定之梁 那个讲到一个固定的支持 梁讲到言语跟事物 好像就是 是好像每天让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 而且是不用担忧的 我觉得想到那时候真的大卫王他 愿意好像看为这么的重要 就是一个敬拜者 在圣殿里面的敬拜 歌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宁愿好像每一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攻击 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你会愿意好像一定要供应他 同样我也要劝勉我们虽然你每一个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过心心生活的人 每一个都是神儿女的人 你相信神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每日供给你一定的一定的良 不只在金钱 也在你的生活需要 你的灵灵的需要 所以好不好你没有稳定读圣经的人 我鼓励你真的要来每天稳定读圣经 好好地吃每天的良 每天的良 所以每日灵良好重要 你一定要每天听 供给你一定的需要 一定的良 你今天会遇到的事情 你每天你就跟神说 神啊我相信你 你今天一定会供应我的需要的 他不一定是每日灵良 也可能在你的读经 在你的祷告 在你的等候 在你的敬拜里面 你会遇见神 神会向你说 帮助你解决每一天的问题 我真的渴望在这2021年 我们真的在生命上面 跟神的关系上面 有一个更大的突破更改进 愿神祝福你 阿们 你懂吗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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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